哈喽,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波风水门将九尾封印在名人体内 导致名人成为九尾人助力 但是,不压高层因为某些考虑 并没有公布名人的身份 所以名人一直被认为是九尾的化身 从小就受尽别人的白眼,污辱 招到村子里大家的祭坛 而名人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一直都在做一些搞怪的事情 可以说,整个村子的人都不认可他 名人内心也泛黄过,失望过 毕业考试,一次次失败 更是让大家把它当成了吊车尾 在这样的环境下 名人依然拥有火之意志,没有黑化 最后成为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这得益于这些人的帮助 在名人小时候,有一个回应片段 名人独自一人捕鱼来吃 这个片段,很多人看来都会觉得很心酸 那么小的孩子,见他会那么独立 而且,还是一个人吃 这个时候,是三代火影老爷爷出现 那个时候的名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三代火影 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老爷爷 三代不排挤名人 因为他知道名人是水门的儿子 还和名人一起混吃呢 小时候名人被村民排挤的时候 有段时间对人生感到迷惘 有些失落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三代火影找到孤身一人的名人 还和名人一起吃饭 有的网友就说,三代火影是来混饭吃的 不过,三代火影也教给了名人很多作人的道理 名人也就没有黑化 楚田也不排挤小时候的名人 相反,还从小就喜欢名人 楚田虽然是日向一族的大小姐 但是,天性十分善良 没有大小姐的价值 有一次,楚田因为白眼的原因 被几个熊孩子取向 名人义无反顾去救楚田 那时候的名人还不会忍住 虽然没有什么意外 但还是被揍了一顿 楚田从此喜欢上的名人 只可惜,后来楚田被日向一族的其他人拉走了 虽然那时候名人很弱小 但还是帮助了楚田 那时候楚田开始注意名人 经常偷看这名人 名人的努力 孤独 无助 楚田都看在心里 楚田确实很羡慕这样的名人 可以说楚田是伙伴当中 第一个认可名人的人了 陆桓和丁次小时候还和名人一起玩过 丁次和陆桓都是比较善良的人 虽然住民们都排挤名人 但是陆桓和丁次也没有因为这样疏远名人 有的时候还和名人一起玩 可以说他们是为数不多 完全接受名人的人 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排斥过名人 而且经常和名人逃课出去玩 在名人成为火影后 陆桓都是一直站在名人身后的那个男人 充当了名人的右手 两个人合在一起 也是守护木屋的根基 这也算是名人除了左手之外 为数不多的朋友的 波峰水门 在整个火影前期 名人根本不知道 四代火影就是自己的父亲 虽然水门是名人的父亲 可是水门也只是看过名人几眼而已 即便如此 水门对自己的儿子还是深信不疑 并且将九尾 风遇到了刚出生的名人体内 希望有朝一日 名人能够掌握九尾的力量 而名人也没有让父亲失望 这或许就是父亲吧 无论怎么样 做父亲的 总是会相信自己的孩子 认可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是九星奶 名人的母亲 善于人就为人助理 在名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九星奶就想好了以后名人的样子 整天要喊着要当火影 对女孩子的心意十分迟钝 但却是个懂得为别人着想 不轻易放弃的孩子 确实 名人就是这种 在风遇久尾的时候 九星奶并不希望是这样 第一 她不想名人接受这种压力 第二 她不希望水门时 希望水门陪着名人长大 这不是不相信名人 而是作为一个母亲 对孩子的疼爱 作为母亲 不管何时 都是爱制孩子的 还有我们最深密的 一乐大叔 他对名人十分热情 小时候名人没什么钱 也只能去吃比较偏一点拉面 而一乐大叔 没有因为名人 就是纠缓人助理的原因 排挤名人 相反还十分热情 有的时候还给名人加一些小菜 甚至请名人免费吃面 这也是名人 那么喜欢一乐拉面的原因 小时候的名人 真的是特别惨 很多人都排挤他 要不是后来遇到了一路卡 和自来也等人 名人古迹也黑化了 你们还知道 谁不排挤小时候的名人的人吗 欢迎你们留言按赞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来收看最新的影片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